我手上的这台就是荣耀的V20 但是它是一个工程机 它不能打开玩 外边有一个塑料壳包裹着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挖孔 它叫盲孔的技术 就是外边玻璃是没有开孔的 就是玻璃下面是摄像头 外面是并没有 把玻璃也打开 然后大小上是4.5毫米的宽度 不算大吧 我觉得正面看起来还好 比三星的6毫米的A8S要小一些 它现在是不能打开玩的 但是我刚才摸了一下 它后边是有后置指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是后置指纹的 然后后背应该是一个玻璃的材质 然后上边框是比较窄的 就是整个的 它上面是有相关的传感器 上面框是比较窄的 但是下面框是有一个宽度 两边是完全看不到现在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阴影 应该是比较窄的 也不是很宽 这个就是今天的荣耀V20 它是在12月26号 就圣诞节完了之后 会发布这台机器 在北京 目前只是一个技术发布会 就是看一下这台机器 荣耀V20 最便宜的就980吗 多少钱 可以走一波 当幕 对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